我们把三原市所定调以后 那我们做区段征收 那土地要让它增值 生活机能要好 要有更多的人到这边来居住 因为我们看好园区 这边有12万的上班族 科技新贵 我们怎么样让它居住在 到我们竹北来住 因为只有隔了一个铺铅席 所以我在这八年的主政 八大行业 汽车旅馆 电动玩具 等等这些一家都不给它 全部消失了 全部消失 一家都不给它 所以这边的生活机能很好 所以在今年初 我们主机处的统计 人口成长率连续八年 全国排第一名 人口出生率的部分 也是排在全国第一名 那购屋比例也是全国第一名 房屋自由率也是全国第一名 表示新竹县房子又好又便宜吗 讲便宜我不敢讲 其实那边的生活 环境好 环境好 像体委会他做一个健康运动人口 新竹县七年前是排全国二三名 今年 评比出来我们是全国第一名 所以用这个健康运动人口 这个去做整体的这种的我们县民 他假如说生活生产生态不是很好的话 可能他要运动不可能 那他收入也相对的OK 所以其实说起来我回到新竹县 我实际上很多人相信认为说 哎呀 新竹县县第一个回来是做 这个社会福利 那是社会福利是因为原先前任的县长 它的延伸 那实际上我们作为一个政策 要让新竹县永续的发展 它的基础工程很重要 第一个我们就把饱饿水库 配合经济部水利署 那个时候黄新山署长 尹启明还是担任次长 我们全力配合 因为新竹县有一个竹科 那竹科在八十八九年缺水 很多的这些董事长总经理都找我 都来拜托你们 说那个时候我当委员 然后郑委员 我已经把水车打造好了 是不是给我找水 我觉得这是政府的悲哀 因为人家产业企业科技业 回到我们地方来 就源起这边 竟然水没有了 这是对这些科技产业 他们是最大的伤害 所以我九十年底 一回去到县政府 当选了县长 我第一个我就跟黄署长 跟尹次长我都讲 全力配合 纵使抗争 我们也要把它完成 当然这个过程是非常的艰辛 但是 陈卒黄金山署长讲的一句话 这个水库是在台湾空前绝后 三千万吨 能够在三年多就把它完成 这个带来大新竹地区 这几年的科技企业产业的发展 加上三言四所 都可以定调在这一个区块上 所以人民这个人心事变 相亲他很有智慧 他会去做一个最好的抉择 对 我会订阅 这一般小学生 那肯定的 产空前绝对 我们之后 对